南加州这部分的投票活动 那么我们今天以所有的参会人员的位基准 进行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所以加州自身要担负起这个责任 然后在加州的超市、华人社区去散布公文贵爆料 去散布这个爆料的内容 谎言宣传一万遍就可以成为真理 就是他不断地说不断地洗脑 再就变成他的奴隶了 请自骚扰郭宝胜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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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自骚扰郭宝胜老婆